伴随着iOS 16.0.3的正式版的发布 新的iPhone 14系列手机 大家也用了有一段时间了 新的系统,新的硬件和功能 在人号上想必大家也是非常关注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iOS 16如何尽可能的延长续航 提高iPhone的电池寿命 嗨大家好,我是小鹏 iPhone 14 Pro系列有一个独有的功能 就是长显屏幕了 举一些评测机构得出的数据 它和上一代的13 Pro对比 大概一个小时会多消耗1%的电量 那么如果你很在意它的话 我们可以去到设置 打开设置,找到显示与亮度 下拉到这里有一个始终显示 把它可以关掉 恢复成之前完全吸屏的状态 当然有得就有失 你将不能使用长显带来的一些使用上的便利 那么比如看计时 那么接下来再去到声音与触感这里面 找到键盘反馈 这里我们可以把声音和触感这里 尤其是触感可以把它关闭掉 当然如果你每天使用它的频率很高的话 刚好又要出远门 可以把它尝试一下 从13 Pro到14 Pro系统 屏幕采用了动态刷新 最高有120Hz 你可以在辅助功能里面把它关闭掉 这样你的iPhone最高就只能是60Hz刷新率 在你不方便充电的时候 这样去做也可以对电量有所改善 再接下来我们去到Siri里面 对下一个就是它 我们非常喜欢使用它 但我自己基本上是不会对手机去唤醒它的 我们可以去到设置Siri里面去关闭 Hey Siri 这样iPhone就不会一直去听关键词 iPhone使用Siri的话 直接手指按住右边按键就可以了 我们关闭唤醒 对电量的续航时间也是有帮助的 好接下来我们到隐私与安全 进入到定位服务 下拉到系统服务 有关于iPhone产品改进的选项 也可以把它都关掉 尤其是你不需要使用地图这些东西的话 建议把它关掉 另外在上面有一个重要地点 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它关掉了 建议大家也这样子去操作 它会在每天不断地跟踪你去的每个地方 并且把它记录下来 通过AI学习你的习惯模式 除了费电以外 这个也涉及到了个人隐私问题 我强烈建议你们把它都关掉 好最后我们去到App Store 按于蜂窝数据的自动下载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关掉的 iPhone用移动蜂窝网络 在后台自动更新APP 会比WiFi消耗更多的电量 长期以往就会对电池健康有影响 以上这些设置 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更改就好了 希望能使大家对iPhone的使用 有进一步的了解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当然如果你都看到了这里 请不要忘记给个一键三点 YouTube的小伙伴 也不要忘记打个小铃铛 我是小铃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